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的占星师弥撒小姐 用户时的观点解决你生活中的疑难杂症 在这里办 太阳火星金星要到处女座了哦 而且天王星跟金星火星有个三分项 所以我们一定会更关注关于处女座的议题 比如说健康或者是养生 并且也会得到一个额外的契机 意外的契机 让我们愿意真的把自己的生活模式 做一个好好的整顿跟调整 那如果你是想要看自己的星座的话 已经帮你切好时间点了哦 你可以利用OSPUS的功能连接放在下面 你点进去就可以直接到你的星座了哦 本招牡羊座一定要敞开心胸去接受 工作上面面临的各种挑战 一定会有很多陌生的事情找上 你是你从来没有做过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不带偏见去接触看看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会有很多短暂跟意外的快乐哦 给牡羊座的朋友 我迎接所有正向的改变 本招金牛座呢 老夫老妻的感情模式会让你有点厌倦哦 你现在想要的是刺激火辣的情感 当然在这周呢 你会有非常电光石火快速的桃花 你就暂时的放下一点自己心中的包袱 主动出击吧 你看上的猎物也会非常热情的回应你哦 给金牛座的朋友 主动让我梦想成真 本招双子座呢 是非常受到别人照顾的一周哦 所以你要秉持着利他还有服务的精神 那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呢 有好处都不会忘记带上你的 那你也会觉得在这样一个大家互相帮忙的群体当中会非常的舒服 给双子座的朋友 分享就是快乐 本招巨蟹座呢 在事业上面非常的风风火火 那你最适合的事情呢 就是多出门走跳 结交各种跟你身份背景不同的人 那这些人呢 会跟你非常的有话聊 而且可以再往后开启你的幸运之路 给巨蟹座的朋友 我的内在引导我创造美好的经验 本招巨蟹座呢 只要你有一些足够好的作品 你就会有力量去说服那些曾经反对你的人 也或者是以前不支持你的人啊 在这周可能会突然对你表达支持 所以呢 这礼拜你千万不要害羞 你要非常主动积极的去炫耀你工作出来的成就 本招处女座呢 你会想要改头画面一番 改变自己的造型 或者是给人家的印象 让自己变得更美更帅更时尚 那你这次的转变会让人有一种大吃一惊的感觉 而且他们会发现在你身上还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呢就鼓励你花一点时间精力在自己的身上哦 本周天明座呢 会很愿意花钱在自己的小宇宙身上 别人都看不懂你为这件事情花钱的原因哦 那只要你知道做这件事情可以给你多大的快乐跟满足 所以就鼓励你呢尽量去投入在让你自己快乐的事情 让灵魂放松跟休息 那不用管别人给你的意见是怎么样 本周天蝎座呢你的朋友很愿意把你推荐到各种地方去 那你就放开心胸跟你的朋友出去走走转转 你可以解释到非常不错的人脉 而且他们可以刺激你的创意思考 所以在这个礼拜呢你就跟着朋友跑摊就对了 给天蝎座的朋友 世界会回应我的需要 本周射手座呢你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收到主管跟长辈的重视 他们对你的重视呢甚至是来到了私人的领域啦 所以你一定要花时间在他们看得到的地方下功夫 那你马上就会感觉到意外的提升哦 给射手座的朋友 每件事都是令人期待的 本周摩羯座呢在感情上面会有艳遇哦 非常强烈建议你一个人去旅行到有异国风情的地方去走走转转 那如果你有开阔的心胸就会有萍水相逢的缘分 那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话呢也强烈建议你可以带对方去远处走一走 对加深感情是非常有帮助的哦 给摩羯座的朋友 我能自由的到任何地方 本周水瓶座呢可以花时间在家人或者是布置居家环境的部分哦 那家人呢可能会给你零用钱让你有意外的收获 也或者是你整理家中不需要的东西放在网路上面贩售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所以在这个礼拜呢很建议你可以去整理有形跟无形的资产哦 给水瓶座的朋友 源源不绝的宝藏就在我的身边 本周双鱼座呢如果你想要脱单的话很适合找朋友帮你介绍对象很容易会有一种中了的感觉 那也或者是呢跟一直是朋友的异性聊出了感情 你现在的桃花类型是可以做朋友的人 那如果你是另外一半的话 反而呢是跟对方有一种逐渐恢复成朋友的感觉哦 给双鱼座的朋友 我爱独一无二的自己 这个礼拜要推荐的歌单呢是西洋电影的主题曲 那联系我放在下面 你点进去呢就是最近热门的电影主题曲都在里面哦 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 因为我昨天写这个运势呢写到四点然后还失眠 好辛苦哦 好啦那帮我订阅频道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 记得要关注我的运势 拜拜